诶张哥你还有什么 滚蛋 诶张哥 还行了啊 诶诶 卖馄饨喽 谁要吃馄饨啊 好啊 卖馄饨喽 诶诶 诶先生 你要吃馄饨 乖馄饨 诶好嘞 好像有人 你等着 我去看看 是你呀 请进 顺路来看看 请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没找到 后来你去了一个人的包房 一个南京政府要远的包房 你要小心点 上海充满了陷阱 尤其对你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百乐门就是为了找刘元 我今天去了她家 还有很多她经常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她 我担心她会出事 你跟我出来 你要好好保护她 好 知道了 继续观察 我估计这个嫌犯最近会有行动 今天我听说一件事情 可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说 今天上午排练的时候 我假装打扫卫生 听到了汪丽丽和刘元的谈话 汪丽丽说 在凤仁美被害的当天下午 她去过凤仁美家 凤仁美在藏一个什么东西 在二楼卫生间 美容霜的盒子里 而刘元说 为什么要藏 接着她就哭着说 凤仁美死了 她什么都没得到 她就跑了 美容霜的盒子 美容霜的盒子 刘元听完之后就跑了 是的 一定是很贵重的东西 戒指或者别的 会不会藏密的东西 就是杀害凤仁美的凶手 要找的东西的 证据 美容霜 你留着 黄毛车 黄毛车 走 走 杀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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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躺这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怎么躺这 我刚才好像是被什么硬东西砸了一下 我就倒去了 什么 好像是枪霸砸的 你在暗处 谁能看见你 我刚才实在是太饿了 我要了一把馄饨在路边吃了 没什么说 被人翻过 我今天拿走了 拿走什么了 这个人在这个附近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他不敢进去 就在刚才你饿了 他袭击了你 他竟然把东西拿走了 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也许对他来说是可以给他致命一击的东西 也许这个人就是杀死风如美的凶手 有人袭击我 你在哪呢 怎么 还要我来保护你吗 我说过你你怎么手的 我是探员 我不是你的奴仆 你是研究的尸职 我实在是太饿了 我连续几天守在这 我在守候的时候 你在哪呢 你什么意思 你还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还是不是我的徒弟 你还是不是个侦探 我是你的徒弟 我就不能吃饭了 你这个混蛋 我们几乎要破了温如美的案子 李沐露的案子也可能要破了 你这么一刀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最近东风报警太多了 你脑子乱了 你擅自决定一切 我向你赶汇报有什么错 师父 你对我客气点 我是个人 我得吃饭 长逸 你在干什么 你跟师父怎么了 没你事 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发现一个脚印 已经送回决里了 他找到什么了吗 从现场看 好像他们家里面 什么都没丢 骆三天 封人没死了 是不是就可以说李孟露 不是他杀的 还有啊 你在封人美的家里 没有发现李孟露的尸体吧 也没有发现 置李孟露于死地的皮霜 对吗 对 您说的对 来李孟露家里找东西这个人 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人 这个人就是杀害封人美的凶手 也有可能他就是杀害李孟露的凶手 老桑田 你自己设计了六个嫌犯 现在死了两个还剩下四个 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啊 我早就说了 我们从一开始就掉落了他设计好的一个谜局里 你这是给自己破不了岸找台阶 朗桑田 你在上海探制造了一个系列明星的杀手 你是不是想让尚丰砸了我的饭碗 嗯 因为我的手下破不了岸 我现在告诉你 时间之内 凤人美被杀一案必须侦破 还有 必须要找到李孟露的尸体 如果凤人美被杀的案子 你破不了还找不到李孟露的尸体 我只好另清高明 我只好另清高明 三天 你不珍惜你自己的前程 我得珍惜我的饭碗了 如果我的饭碗砸了 我那五个儿子还有一个姑娘 他们就得饿死 他说 不要怪你这个师父无情无义 我们只好分道应表 你才能干吗 你不可以 你能干吗 你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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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见你 我得见你 你不必须 我得见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钥匙和保险箱的号码是一致的 你可以打开了 就是这个东西 是啊 根据钥匙上的号码 打开保险箱就只有这个东西 怎么 你不相信我 好 说好的 二十块打烟 但是我警告你 你来银行取东西这件事情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明白吗 谁啊 警察 你们干什么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去过凤人美家 我没去过凤人美家 你昨天晚上去凤人美家拿了个东西 你还打混了我们的探员 你触犯了法律 我没拿什么东西 也没打混你们什么探员 告诉我 你去找什么 我什么都没找 我没去过 你额头怎么回事 这里 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 停电了 回来的时候 撞到门上了 我又修好了 刘言 你到底要隐瞒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还没有解除你杀死李孟露 和凤人美的嫌疑 证据呢 你没有证据 你能把我怎么样 而且我什么都没干 搜 这鸭片是你的吧 你还有这个爱好 我问你 你和凤人美同去了两年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是谁杀死了凤人美 你就不想提凤人美伸张正义吗 我当然想 好 那我问你 那个美容双盒子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把那个东西到底拿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我说了我没去凤人美家 这鸭片是你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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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说你没去过 难道不是你拿的东西吗 嗯 你还敢说你没去过 难道不是你拿的东西吗 凶手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凶手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他做的事情越多 就越容易暴露自己 你说 那个人 会不会是施玉泉 哪个人啊 就是你说 打混你们探员的人 难道不是施玉泉吗 别再找你 你现在不说就会厚 到时候没有人可以救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师傅 我们已经证实了流言进过凤人美家里 为什么不赶紧抓她 凤人美家什么都没丢 抓她有什么意思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她 杀害李摩洛和凤人美的证据 倒不如把她放在外边 给她个舞台上的表演 说不定还能把真正的凶手给隐含呢 张一 你留在这里继续观察 我知道了 这次你脑子要清楚啊 师傅 别让她再查出我们的案子了 这事我们说的不算 怎么办呢 你收到这次摊 保护的案子了 真的是 然而摆了 在她 civil人家里 调到了 我们在这时摆了 点心 是自然的 是不是 那样的 灿烂灿烂的生起 我要 今天没有一起合练呢 今天休息 快演出了 我想问你 风仁美死之前 是不是带你去参加一个舞会 是 是她主动找我的 说是要给我介绍一些 上海他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想多认识些人 所以就去了 那你遇见什么人 我遇到很多人 你最有印象的是谁 胡部长 胡玉成 胡部长 他对你什么态度 他看到我的时候 愣了很长时间 他一定是觉得你特别像李蒙露吧 对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说我跟李蒙露一样 惊为天人 他还说 李蒙露死的时候 太年轻 太可惜了 二位 她说 哎呀 你 李蒙露 可惜了 尤其是 真什么 表演 甚至这个 这就是办案啊 跑到这儿来看话剧 我在纽约待了六年 看了无数场话剧 都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的话剧 为英雄美人鼓掌 行了别闹了 我在工作 工作 工作要跑到这儿来看话剧 工作非得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他是谁啊 我是谁 你没有权利问 我在问我的男朋友呢 我们都快结婚了你想干什么 和我抢男朋友的女人还没有出生呢 卫卫别说了 你前两天还送我玫瑰花呢 难道人家玫瑰花都是假的吗 卫卫 卫卫 你别这样 卫卫 你放开我 别闹了 我太爱你了吗 我看到我都快忌妒疯了 卫卫 我只是办公事了 你这么一弄成什么样子了 多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的吗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干净 好好好 你说得对 我们叫卫卫啊 生气了 小心眼了呗 你才小心眼呢 好了 我是卫卫他 做人没死之前的那个晚上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才会把你放开我 做人也来 看来 走 弄人没用死了 而且这两个案子都没用谱 都搞了人心惶惶 我们两个还是警察局的嫌疑犯的 总之小心点就是了 下了班早点回来 知道了 直接选择 找到人吧 找到人啊 找到人吧 找到人吧 找到人了 找到人来 找到人了 找到人了 是不是撞死人了 快下去看看 你没事吧 你没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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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什么情况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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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走你 走啊 下来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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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熊 小伙生 小伙生 你不要干什么 老子让你 我要回去 我要回家 我们可不要想不要令 放开我 放开我 你 你 走 走 走 过来 你到底要干嘛 停了 这下发财了 老板娘 老板娘 怎么了 老板被人绑票了 什么 我当时被打晕了 不知道谁绑的 老板娘 你要报警啊 是 报警 这儿有赵 保本留的纸条 这二十万美金 可是大数目啊 我一时半可怎么拿得出来呢 不行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不能报警 报了警 一全就永远回不来了 难道我们要答应绑票的 给他们二十万美金吗 谁能够保证 他们拿了钱 人又能安全地回来呢 你别哭了 做个决定 不报警 拿钱也要准备着呀 我要施以权的人 只要人在 钱是何以挣回来的 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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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钱没问题 但是这些绑匪到底是些什么人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师傅 你怎么回来了 张一在接替我 有情况 什么情况 有小道消息说 李孟路一案的嫌犯 施育权被绑票了 什么 施育权被绑票了 对 是一个探员说的 他看见施育权的车出去了 但是半个小时以后 只有他的司机满脸是血的回来 看不见施育权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 他们家来了很多人 但是还是没有施育权 我回来之前还去过报社 但是报社的人说 他根本没有来上班 根据情况推测 他应该是被绑票了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案子到底跟李孟路 和凤仁美的凶杀案 有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赶紧回来了 走 迎归于家 没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 人命关天的事 我们能公布马上报警吗 那司机满脸是血怎么回事 施育权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呀 他到北平出差去了 可能要一段时间 才能回来呢 我们家那个司机 他为了停车和人家打架了 我们已经通知过 你跟施育权了 你们一直是警察局的嫌犯 离开上海 必须要跟我们打招呼 为什么不打招呼就走 对不起啊 是因为我家先生要在北平 办一个新的报纸 那家报纸需要我家先生的具体指导 那家报纸需要我家先生的具体指导 我要在北平平的远远 那家众区的距离 和我家先生的主要有 那家众区的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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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头套卸来 吃 吃 吃 你不吃不喝的 还没有死掉你就死了 喝吃 没有毒 喝 钱还没有到手的时候 不会让你死的 吃 把头套给他带上 你们别给我带头套了 反正我也不认识你们 不行 带上 这 这 那 那 施玉泉 你是上海滩的大亨 又是上海滩的门人 问你要个二十万美金 不算什么大输吧 报社里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 你装什么球 你的事情上海滩谁不知道 我 我有什么事情的 我只是一个办报纸的而已 你们先出去 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绑你吗 肯定是为了钱咯 不只是这个原因 最主要的是 你的钱财来路不正 我的钱都是交了税的 没有来路不正 你还狡辩 我 我没有狡辩 我问你 李蒙露是不是给过你一笔钱 你才扮成了这份报纸 有了今天飞黄腾达的地步 你是谁 我 反正你不认识 你的事情 上海滩都传遍了 而且李蒙露 很有可能问你要回这笔钱 你不想给 你就杀了李蒙露 是不是 原来你们绑架我 是为了李蒙露 我们和李蒙露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专洁不义之财 你的钱财 就是不义之财 我的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 不老实 来呀 这家伙不老实 休理一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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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我的钱是李蒙露给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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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承认了 就得把钱吐出来 二十万美金一分都不能少 现在我 你是不是给过李蒙露 一块精致的金表 表面上镶着钻石 后来这块表 又被别人从李蒙露那里拿走了 什么 钻石金表锐是缠的 你送给李蒙露的 什么表 我怎么不知道 我没有送过李蒙露什么金表 你一块表给别人放到了银行 你又从别人那里取走了钥匙 去银行取走了这块表是不是 你是谁啊 你对李蒙露这么熟悉 慢着 你的声音我很熟 你不是职业榜白 你 你是我认识的人 你还胡说 你再胡说 胡说 我告诉你啊 你的钱既然来路不挣 只要分给我们点花 来 现在就给你老婆写个条子 三天之内把钱凑齐 不然的话 我们就失票 我 我没有那么多钱 这种东西 你为什么就这么这么 我送整你 你为什么不让 你怎么这么这么 你为什么不让 你说 你为什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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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一下吧 别去 就算你现在闯进去 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守着吧 一定会有新发现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